爸爸 親爸爸 爸爸 親爸爸 爸爸 親爸爸 公主 來 爸爸 架豆腐給你吃 爸爸 我吃完了 你哪裡有吃完 你好這麼多 你才吃一口 爸爸 我真的是飽了 孩子不愛吃白米飯 是因為它乾乾的口感 所以沒有胃口進食 是時候我們改變吃飯的方式跟口味 我們一起來學習 一鍋熟吧 媽寶 焗飯仔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 韓飯休養 Dino 無數號 馬來西亞著名營養師和作者 她的著作曾經融登大馬暢銷健康食譜書籍 2014年出版了第一本親子書籍 2015年於愚人生聯合推出第二本親子書籍 鮮飯超人 適合三至十二歲的孩子 材料有 糯米三杯 醇湯兩杯 蝦米60g 薑一吋 蒜米一粒 胡椒粉適量 油蔥酥一碗 香菇八朵 包菜四分之一顆 紫色包菜四分之一顆 醬青適量 蠔油適量 香油適量 蝦米跟香菇呢 我們首先把它加入熱水 給它變暖 首先我們先放入一點點的麻油 鍋熱了 我們第一個要放下去的是蝦米 蝦米是比較硬的東西 很均勻的把它翻炒一下 有些媽媽還會問我 小朋友是不是不適合吃糯米飯呢 會不會很難消化呢 其實跟大家說 糯米飯反而是容易消化的東西 那糯米它本身呢 它的澱粉是比較多的 那尤其是小朋友啊 有些他們比較體弱多病 消化不良 常出汗 或者是常常會歇肚子的小朋友 就很適合吃這一道了 現在我把香菇放下去 我們可以放一點點的胡椒粉 來調味一下 接下來 蒜米 還有薑 薑末 大概炒個一分鐘 兩分鐘 記得火勢呢 不要太猛烈 不然很容易燒焦 好 接下來我們把洗乾淨的糯米呢 就倒下去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混合一下 一些醬料 醬青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量呢 我們就大概放四到五湯匙 這個是蠔油 蠔油放一湯匙就好了 放一點麻油 沙茶醬 放一點胡椒粉 然後就混合一下 為了不要讓它太過乾燥呢 我們把預先準備好的神湯放一點下去 再快速地翻炒一下 再快速地翻炒一下 好 可以把火熄滅掉 好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把這裡的飯呢 翻鍋裡面 然後就用正常的煮飯的程序 然後就用正常的煮飯的程序 好 接下來 神湯 我們倒入 如果以這個杯的份量 就三分之一杯 再多一點點 下去 就按下電源 我們就等一下 大概十分鐘左右 現在飯已經是熟了 我們就要把剛才的包菜呢 添在飯的上面 除了剛才的料以外 我們也需要有蔬菜類 平衡小朋友 對營養的需求 這些蔬菜放下去了 我們還可以再放 油蔥酥 還有麻油 轉一個圈 胡椒粉 再蓋個五分鐘 好 好 五分鐘過後呢 我們就先再來攪拌一下 把蔬菜呢 沉底 OK 然後我們再蓋個一分鐘 好啦 我們的鹹飯超人 終於大功告成了 好 現在我們把它生出來 那這個呢 其實也可以放在便當盒裡面 非常適合小朋友帶去學校喔 好啦 我們就一起來做超人吧 鹹飯超人 針對不愛吃白衣飯的小朋友 有些孩子天生飯量小 胃口不佳影響發育 爸爸媽媽可以在口味上做變化 知道鹹飯超人可以刺激孩子的味蕾 讓他們變成超人飯的好胃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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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